Hello,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Jenn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有朋友私信问我近况,以及询问何时结束闭关状态 我才发现真的好久不见,我有点不知该从何聊起 首先和大家介绍一下我近半年的情况吧 说真的,我自己都会觉得有点愧疚,因为暂时,我没有什么伟大的成果,值得展示 屡战屡败,屡外屡战,这估计就是我这半年生活的一个总结 生病痊愈,感觉自己的生活一片光明,突然遭遇打击 然后退一步,努力适应新生活 接着,生病痊愈 站起来,尽力争取一个新机会 结果最后一刻失败 然后再站起来,继续前进 全力前进的期间,莫名其妙地生病 结果,没什么答案 继续前进 终于获得一个让自己问心无愧,值得鼓励的成绩 最近,家人生病住院,好在一切都会顺利 我相信会过一个好年 我知道,大家都喜欢听成功经历 而我这是一个被现实无情击打的生活体验 我不打算去倾诉自己有多不容易 因为我知道倾诉不易,不会带来彼此的成长 今天,我只想简单分享一点我的见解 之后我会有更详细的介绍 在这期间,通过疗愈自己,释放伤痛 以及通过冥想达到禅定,体验空性 我真正意识到,也许对别人来说我们是NPC 但对我们自己来说,存在是绝对的 压倒性的,是无时间,无空间 无维度,毫无任何限制的 当然我个人不建议对待任何人 以种,我是神 你们都是玩偶的分离心 因为世界的本质是每个人都是连成一体的 我存在于万物 万物也存在着我 我是存在的,我也是不存在的 觉醒觉醒,中文真的很妙 因为觉醒这个词在英文里是envikning 字面意思只有醒来 而中文涵盖了觉醒的两个方面 觉和醒 作为观察者的觉察了知 以及醒来后以观察者视角去行动 这就是知情合一 缺一不可 这就好像有两个人 小A和小B 小A是一个行动者 他知道如何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 去设计自己的人生体验 小B是一个观察者 分享者 他知道去观察 并分享一些真实不虚的道理 但小A和小B都不是真正觉醒的 因为小A在行动的过程中 很容易陷入二元对立的困境 或者简单的来说就是 游戏玩得太上映 忘记自己在玩游戏 而小B看上去很清醒 比如他知道游戏会上映 会带来不好的体验 但是他忘记了 自己不能简单做个观察者 应该带着觉察 玩游戏 而不是害怕游戏的不良影响 那么面对生活 小A要做的是 不把一切呈现在面前的事情 太当真 因为我们能通过自己的选择 改变我们的生活 小B要做的是 既然已经在观察 那么就不要割裂自己和观察对象 好与不好都是一样 聪明的你一定发现了 小A和小B的思想其实是一样的 他们之所以没有获得决心 只因为他们都没有让小我退后 而是带着分离的思想看待这个世界 小A将真正的那个无限的自己 与世界相分离 感受到一个有限的世界 小B将世界分为好坏两面 即观察者或者说神性的我是好的 人性甚至受性的我是坏的 小A拒绝了自己的神性 小B拒绝了自己的人性 当我们拒绝自己的某一个面向时 我们也拒绝了这个世界 与之对应的这个面向 毕竟我们自己是投影员 而世界才是默默 抱歉我今天真的很放飞自己 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觉醒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 它是不断扩展的过程 或者说有点像拼图 慢慢地我们从中拼出一个 完整的画面 今年按照农历是没有立春的 因为我们的春节是从2月10日 而立春一般是2月4日 而明年的春节是1月29日 在这期间没有立春这个节气 有人相信这是一个不好的兆头 但就算没有立春 就算今天我所在的城市下着大雪 但再过一个月 柳条一定会变绿 迎春花一定会开放 春天一定会到来 宇宙的法则是空性 是一场无中生有的游戏 我们每个人也许目前显化出的只是一个面向 或者说一个选择 但不代表我们不能转换成别的面向 做出另一种选择 毕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我们既是万物 也是源头 我知道当环境看上去特别困难的时候 人的情绪很容易受影响 但谁痛苦谁改变 情绪受影响那就释放情绪 从头再来 要记住 即使没有立春春天一定会来 立春只是人为下的一个定义 和宇宙定义的四级相比 意义并不大 感谢你的收听 很高兴能再次和大家闲聊 让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